到了 对不对 哦 嗯 不错 像是我家里人住的地儿啊 什么时候能不自恋啊小小头儿 谁是你家里的啊 你有家吗 哎 宠物就是我家里人啊 对不对宠物 是是是 闹上了辈子也开笑啊 这话是你家里人啊 放个小小头儿说说 说她现在是我的 来 二娃 这边去 好 和琪琪的关系好像越来越好了啊 可能因为我也开始喜欢漫画了吧 是因为漫画啊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我就是突然反应过来 有个人跑这儿来背书 可能不光是为了陪我 还在等某个人回家吧 这 你在说什么呀 姐 栗子姐 冰呼噜 在家吗 在这儿呢 正等你回来呢 包大呢 来客人了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二爸 你就是琪琪的 就我们家那小小头 全世界最不靠谱的爸 全世界最不靠谱的爸 所以我才生出你这全世界最不靠谱的闺女 说谁呢你 二爸 这是我三爸那边的孩子 薛之丽 薛扬 美女帅哥 够养眼的 怪不得我们这小疯丫头住进来就不想搬走了 我们这儿还有没有空房 我能不能也搬进来 你别走哪儿都露出你那一副色相好吗 你吓着人家了你 我就是跟人家开个玩笑 幸会幸会啊 在下 齐力锦 你 你是那个画家吗 你见过我 不 你见过我的画 我是在加拿大的一个朋友家里见过您的画 那幅画好像叫夏花撒 英文名字叫Lost 他主要是给我看过您的介绍跟照片 所以就对您有印象嘛 秦先生请坐 好 谢谢 二爸那您先坐吧 原来你老爸是个名人啊 琪琪 没有你说得那么不靠谱嘛 现在名人就是最不靠谱的意思你知道吗 李子姐 你朋友的那幅画肯定是这小小头 哭着喊着硬要送给人家的 人家最后被他磨得实在没有办法了 才老大不情愿收下的 不是 那幅画是我朋友专门到画廊去买的 花了八万多加币 大概合人民币五十多万吧 而且他还很高兴地跟我说 他捡了个大便宜 因为那幅画未来的生殖空间很大 现在很多画商都非常看好齐先生的画呢 艺术品都是无价的 价钱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衡量标准而已 我一点都不在乎我现在的画 已经到了一个什么价位了 喂 李子姐 你那个朋友还要买画吗 我卖给他呀 我们家多的是 我记者卖给他 五折也行五折 我卖多 我还送五 五辉丧大审卖了我 他有见钱癫狂证的 宠物 带我去看你们的房间 好 那我先拿他们看啊 宠物 好 果然是有其父比有其女啊 他们是从外星球来的呀 我再不在乎跟你摆我的画去拿去赚钱 那是两个概念 你说我这么个艺术大师 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见钱眼开的小财迷呀 大师 嗯 尸体的尸吧 巨大的行尸走肉就是你的全称吧 齐大师 不宁可当财迷 也不当你们这种给顶高帽带就敢端份的 没皮没脸的大众小丑 你是不是特恨我呀 封丫头 骂我都骂出这里名言来了 你别忘了我可是你亲爸爸呀 你想把我气死啊 哎呦 你们俩别掐了行不行 让人看笑话 二爸一看了报纸就跑过来了 可见他有多担心你 你就别心里高兴嘴上还不饶人了 还有你 你说你啊 齐齐打小都是一犯什么错 心里比较越发虚表面上越强势 您又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这回撒风都撒成母叶叉了 可见他心里多知道自己犯一大错 你给他一下下得了 哼 还是我儿子对我好 哎 你们的房间在哪儿 哎 右边我了左边齐齐的 哦 走吧 走啊祖祖 哎 这姐弟俩跟你们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嘛 啊 这小方丫头还挺护人的 那是 我现在跟他们比个年轻 嗯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哎呀 这住的环境也不错 我挺满意的 嗯 不错不错 那你就跟我回上海吧 我不走 我就不 这事你跟我宁得着吗 你要回去考文化课呀 你在这儿又没有学习 又参加不了同考 要不怎么着 今天不参加考试了 可是又不着这么早就回去吧 我在这儿的文化课班还没上完呢 还早啊 你不看个日期啊 今天都几号了 你知不知道你们学校的老师 天天打多少个电话给我呀 在这儿说了 你还得回学校 把你那个大专的毕业手续给办完了呢 所以我告诉你 这件事没得商量 明天我办完了事 后天一大早 我见你走 上去看看吗 这 这是人家父女俩的事 咱们 我们也管不了 可是某个人好像非常非常的着急啊 我哪有急啊 我哪有急啊 我是说我急 又没说你 你干吗主动对号入座呀 真难得 好些天都没跟孩子们吃顿晚饭了 嗯 嗯 我这后天一走指不定哪天回来呢 哎 哎 你还别说现在真老了 越来越廉价 你定了后天走了 嗯 本来应该明天走 因为好多事没办完 所以定了后天 你放心啊哥 我一去肯定让事情有转机 嗯 重问 快把我说句话嘛 我都想这么早走 嗯 不是 那要不就你 不行 我不能顺着他 我已经答应他们学校的老师 后天下午就带他回学校办手续 你骗谁呢你 你要是没看到那份报纸 怎么可能知道后天之前就能找到我呢 你不是也说我猜也能猜到你在哪儿吗 我本来也是想 我一办完了我自己的事 我就豁出去了 直接给你二妈打个电话 你就瞎掰吧 你还敢给二妈打电话 三把子车 我妈回来了 啊 你不是说她不回来吗 你这不是害我呢吗 我也不知道啊 后天你俩早了 我来接你啊 你把东西说说好了 在这儿等我 宠物 她如果跟我玩失踪 我敢找你算战啊 你今天是这样走的 是是是走了走了 急死了 走了 男 男姐 你 你怎么来了 我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琪琪的爸爸 这是我丈夫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家琪琪一定给您找了不少麻烦吧 真是不好意思的 没有没有 你可爱的也很乖 我们都很喜欢她 那就好那就好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啊 你你你你留来吃晚饭吗 不了不了 我真的有事 真的告辞了 那那行 那我送她一下 跟 包不用了 琪琪楼上的房子你看见她吗 好看啊 挺好的 嗯 我就是怕这疯丫头啊 嗯 跑来给你们找麻烦 所以 结果 还是没拦住 我跟土木的家走到哪儿 都是她的家 嗯 这点永远都不会变 嗯 以后孩子想干什么 你别拦着她 就让她去呗 是是 啊 知道 哪也拦不住 嗯 你这次来不会是想把她带走吧 是啊 啊 不是 那什么 我就让她回去参加考试 而且她还有一些毕业的事 没办完 等她考上了 我肯定让她回来 好吗 她要是没考上她想回来 你也别拦着她 是 我听你的 琪琪 你老爸好像很害怕文影 那是肯定的 你刚才没有听笑头 管我二妈叫南姐吗 她其实比我二妈还大几岁呢 她之所以这么叫啊 都是因为她吓的 吓的 为什么呀 因为她心里有愧呗 而且啊 愧大了 她当年 打住 三把 喝茶 嗯 怎么说也是你亲爸 那陈天旧上就别提了 有什么都能说的呀 她做都做了还不让我说呀 再说了 这又没有外人 出垂出在自己家里 怕什么呀 那你说 三把 你听我跟你说啊 嗯 当初二妈带着宠物 进我们家的时候啊 正是小小头最落魄的时候 当时小小头为了画画 连正式工作都丢了 根本就没有收入 二妈就既得赚钱养家 又得照顾我和宠物 特别的兴了 还为了能让小小头 能专心画画 什么家伙活都没有让她干 甚至到后来 小小头为了出去推销她那些破话 几个礼拜几个礼拜的不回家 二妈都一句怨言也没有 结果呢 小小头好不容易混出点小年了吧 没先说怎么报答 二妈这么多年的辛苦和支持 哎 你猜怎么着 她居然在外边搞上了外遇 还弄得人尽皆知 全小区都知道了 最开始啊 二妈在外边听到这些传言还不信呢 直到后来 那个恬不知识的小三 跑到我们家来 要求二妈和小小头离婚 二妈这才彻底伤心呢 很快就跟小小头离了婚 什么那么一样 就带着宠物走了 那差不多是这样 最后啊 是饿有饿望 那小三跟那小小头 待起没几天 就发现那小小头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没多久就跟着一大宽跑了 小小头这叫一个鸡飞蛋打 颜面丧尽 哪还有脸在这个城市里待得下去呢 只能灰溜溜地带着我去了盛海 这么多年啊 她一个电话都没敢给二妈打 也不让我回来找她们 说好听点 是怕我回来给她们添麻烦 实际上啊 就是怕她回来见着二妈 不知道拿什么脸去面对 你最近挺好的吧 挺好的 你呢 好吧 挺好 那就好 你现在这老公挺靠谱啊 还有他那俩孩子 我接触一下也不错 跟谁都比跟我要靠谱啊 你这脸色有点不太好啊 是不是最近工作很忙啊 要不我帮你什么忙 行了吧 脸色不好老了呗 工作还可以不是太忙 谢谢你啊 能说出这话我挺感动 不用帮忙 是啊 我也老了 也该正经点 是 也该正经点 这岁数你 该安个家就赶快安个家吧 安定下来多好 再说吧 别送了 他们还是等你吃饭呢 好 那你走吧 我就走了 好吧 再见啊 其实我二爸这人吧 他就是有点孩子气 他对我们都还是挺好的 像我平时跟他随便打闹啊 什么话都能说 他对琪琪还有我妈 心里边其实都有辈子 只是他这种表达的方式吧 就 行了行了 你就别再提小老头说话了 他把人都杀了 再对着人家的尸体说 我其实是想对你好的 有用吗 哪儿也那么严重啊 爸 眼光不错嘛 嗯 你 真的要跟你爸回去了 嗯 为什么呀 踏着回去考试 考完试还得回来呢 你听话啊 咬摇熬过这一段 就能彻底搬过来了 倒是谁也不敢赶紧走 是不是 你什么时候走啊 后天 也是后天啊 谁后天还要走啊 干吗呢 你们怎么不吃饭去啊 坐这儿干吗呢 妈 你后天要走啊 对呀 我后天出差 你后天也走是不是齐歇 嗯 那我先送你 考试试赶紧回来啊 二妈给你接风 嗯 我在你之前回来 吃饭了干吗呢坐这儿 快哥 我走 吃饭 快快快快 吃饭喽 真好嘞 谢谢 吃饭 你记得想我 想你 走吧 拜拜 姐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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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总公司的业务需要 从今天起呢 我要暂时调回总部 认识一段时间 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呢 由周少出任代理总经理 处理万云心律的一切事务 请各位高层予以配合啊 那请周少给我们说两句 来 我呢 客套的话就不多说了 很简单 以前你们是怎么给汪总干活的 以后就怎么给我干活就行了 另外呢 就一条 我呢现在还没毕业呢 私事比较多 平时每天能够来公司的时间 就那一小块 所以你们要有什么事呢 最好就都赶在那一小块时间 赶紧给我汇报完了 其余的时间就别再打扰我了吧 那如果赶上公司有急事 你又正好不在公司 那我们怎么解决呢 那我们怎么解决呢 我刚才不都说了吗 最好赶在那一小块时间上 当然了 要是特别紧急的事 也也可以嘛 是吧 再说你看公司现在运行得这么上轨道 你们又都是那么经验丰富的老将 他能有什么要紧的事 非得赶在我不在公司的时候 不让我解决呀 是不是 再说了你们能担待的就多担待点吧 公司给你们开了那么大的公司 不能够拿了钱不干活啊是不是 我要说的就这些了 叔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就就散会吧 我这学校还有事呢 那就散会吧 剑哥 周浩这态度我们下面怎么干活啊 是啊 刚才其他几个部长都在表示不满 一个小猫还刚上任 居然结冠直高轻昂的 说什么 行了 你们就别送了 这段日子好好服务的周少 把公司的事处理好 得让万元心里的业绩 比我在的时候还要高 对吧 还是认不清形势 以为抱着救主的 就能好日子过了 等着瞧吧 没关系 就让他先立折腾着 你们按兵不动先顺着他 公司的大小事呢 你私底下才给我汇报过就行了 我到总公司那边看着情况 等两边的点都摸清了 咱们就可以找准机会 行动了 好 好 什么 你要让那个凤 那个琪琪 参与到主秀的舞台设计 你这种表情什么意思 我不同意 我坚决不同意 为什么 对了 主秀是整个火影冰心策划案的核心 成败在此一举 那个琪琪只不过会些什么 角色表演啊 调酒啊 这种不入流的东西而已 怎么可能把这些东西 加入到主秀的表演和舞台设计呢 这 这太可笑了 这会毁了整个主秀的 赵文 你是在妒忌琪琪的才华吧 她那也叫才华呀 果然是 我真是觉得奇怪了 琪琪是你一手选定的人 整个暖场秀也是你一手操办的 效果有多轰动 看的人有多满意 你也在现场亲眼所见 现在 你却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是因为当时你不知道琪琪的才华 直到看到整个暖场秀 你就嫉妒的一脚把它想踢开 我完全是为了主秀的效果 在第一轮的设计还没有开始 你怎么就能断定最后的效果呢 如果你真是为了主秀好 至少我们可以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来尝试对吧 我完全觉得你是把一些私人恩怨加进去的 您是不是也有这种看法 主编 赵文 你这次反对的理由确实不是很充分啊 我们本来为你能够选择琪琪来设计这场暖场秀 感到很惊喜 如果琪琪能为这场主秀增加一些不同的元素 不同的创意 那不是很好的事吗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 我再说一遍 我完全是为了主秀着想 我不认为琪琪那种设计套路 会给主秀带来什么正面帮助 我也再说一遍 琪琪我是用定了 如果不允许琪琪参与主秀的舞台设计 那我也退出主秀的所有环节 一切按照精神的意思吧 好 我先马上了 那我也忙着 那我也忙着 琪琪她已经到学校了 刚打电话刚说的 忙忙了 我妈她应该也到地了吧 到了 我吃完了 你们慢慢吃 我先上楼了啊 早点休息啊爸 过两天我就要考试了 现在琪琪不在 有没有办法打夜去订输赢 所以明天早上 我就不能陪你晨跑了 你自个儿去吧 好 我也吃饱了 你们慢慢吃 你也发点回家啊 没有文怡和琪琪的家 真的好冷情啊 还生气呢 事情都已经定了 气也没用了 你要再生气的话 就跟自私交劲了啊 可我心里就是堵得晃啊 你说我本来想整整那疯子 没想到没但没整成 反而帮她那个什么 什么破表演 做了免费宣传 我还买了单 她现在还成了 主秀的舞台设计 这都哪跟哪啊 我辛苦忙活了半天的事 她凭什么插进来 一脚分一杯羹啊 凭什么呀 你爸 你得换个角度想想 就当她全给你打工了 她这工啊打得越好 你这主秀 不就越精彩吗 那她最后是受益人 还不全是你 你才是火影冰心的自画人 谁能抢得了你的风头啊 我只能这么想了 来吧 我呀给你换个心情啊 来 看看 这里面有我送你的礼物 你第一次送我的礼物 就是一把钥匙 今儿个呀 我也送你一把 车钥匙 朝前面摁一下 妈妈 今儿什么日子啊 今天我正式成为 万元新律的代理总经理 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就会成为正事的 但是既然咱俩已经公开了身份关系 当作为我的女朋友 就应该有点符合我身份的心头吧 谢谢周总 台姐 周总介不介意陪我设下车呀 非常不介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 你怎么这么笨啊 快点啊 千总 我掩护你 哎 还等我掩护你吧 嗯 不打扰你吧 薛阳不是要背书吗 咱们几个去酒吧那天 你好像想凑合琪琪 和你那个朋友在一起是吧 你怎么看出来的 果然是喽 为什么呀 是因为你一直对琪琪的感情 更多是兄妹情吗 以后我在你面前 干脆又变成透明的得了 你什么都能看得出来 那也就是说 你不介意琪琪喜欢上别人 或者别人喜欢琪琪是吧 何止是不介意啊 我简直是求之不得 我正琢磨着等晓峰子回来 我怎么给她和达子 多知道些机会呢 嗯 那就好 这对的 是你了 哦 我现在奥 你这是个 你对的事情 出现在的地方 我是不是应该 吐你鼻子 比较是一些心动的急的 有一个 什么呀 有什么好推荐呢 那个 换人了 这是上周我从我出的 另一家店发 olha 我又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人呢 刚才在 你是放错东西了 还是发挥上大部分 绝对不可能 哪个你 演哪一副啊 导演 生命在于运动 运动归在坚持 早上好 丽头姐 我早 来 来 来 山总您好 好 去吧 我去来谈我们这个合同的事 合同也不用谈了 实在是没办法合作 那好吧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好 慢走 好 我知道了 现在又有两家 应该让明确实际带领黄色扛进 现在他们的 我们也不论 这样根本就不会打电话 这样子 他们就像嘛 娘 来 干吗 你们这两天 好像潜水不开啊 没有啊 就天天要背书 背得我心里有点烦 哦 那我帮你换换脑子吧 看看你活学活用的本事怎么样 嗯 这个呢就是我投的那个小公司 所研发出来的设备 你帮我分析一下他的市场前景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吧 嗯 嗯 回来啦 污水供暖系统 想法不错 不过 这个很难让买方直观地看到它的实际演示效果 这就是它最大的弊端 估计 现在一套都没卖出去吧 其实 这么有环保价值的东西 它未来的市场前景应该是很不错的 所以啊 必须先搞出一道小规模的实验模本来 要不然 这个系统 被市场接受的可能性就太小了 那你觉得 怎么做这个小规模的实验模本呢 可以先找个居民小区合作 或者酒店多家村什么的 或者环保小农场 什么 真的 这个设计挺有意思 挺适合我那个环保小农场的 你的环保小农场 未来的 那是我的一个梦想 就是在我那个环保小农场里边吧 就一切都是可持续可循环 而且所有的垃圾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而且我还研究出一种方法 可以直接把有机垃圾变成黑沃土 像这种 等会儿 你研究出 你不是做推销的吗 你学的专业应该是市场营销啊 怎么还能研究这个 其实我是学生物科技的 对啊 本来我就是去我们公司是研发部上班的 但是后来他们说为了培养我 让我先下去了解市场 就直接把我扔到市场部做推销了 你在什么公司 也是环保公司 叫万元新律 怎么了你们俩这表情 万元新律的总公司叫万元集团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那万元集团的老总叫周万林你知道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他叫什么反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周万里只有一个儿子 现在是万元新律代理总经理 叫周浩 还没还过来呢 你这样一声不吭得很别扭啊 其实你可以发泄出点说点什么可能会 我说老爵哪儿不对劲呢 像我这种调人堆里分不完路人甲 怎么可能突然变成什么重点培养对象呢 先了解市场对今后会研发部开发新产品有帮助 我呸 闹盘天就是把我当球师都踢来踢去 姐妹玩呢 我招谁惹谁了我 不好意思啊 成为薛家人让你受牵连了 不是 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是 这你刚才说怎么发泄一下嘛 喂 这会不会真跟我 我的薛家人有关系啊 也不对啊 周浩不是薛阳的哥们吗 他干吗要整我呀 再也要不 因为赵文 那现在看来 赵文那时候跟我说的话还真是在提醒我 也不对 我当推销员那会儿 那赵文还在追薛阳呢 那周浩就不可能是因为他整我呀 这怎么那么乱呢 你是说赵文提醒你 他那会儿跟我说什么 现在这个公司不会重用我 让我跳槽 后来跟我说胡说逗我玩呢 我也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看来这个赵文还是对你有感情啊 别啊 谢了 我宁愿相信薛阳对我有感情 不是 说半天我还是没闹明白 这个周浩 他 不是薛阳让他整我的吧 杨跟周浩的关系 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好 再说刚才你已经看到了 杨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周浩的公司工作 这里面的事呢 比较复杂 一句半句的也解释不清楚 而且就算解释清楚了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 等以后我有时间再慢慢跟你讲吧 现在说点实在的 你打算怎么办 估计周浩应该不会再让你回研发部了 你 准备换公司吗 反正实习期也快结束了 好歹在万元行律也努力那么长时间了 况且 市场部跟人事部两个部长 对我还真挺不错的 好歹把这实习期待完吧 现在工作不好找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快点 回来了 想知道的故事 不都已经知道了吗 是对这个没有留下影像的 神秘女人感兴趣了 陆总 目前公司的人手不太够 资金到位以后 还得再交新人进来才行 我也这么想 那我给您推荐一个人成吗 我问你 你给我招出一个大学生 回来干 干什么 还有 这个 这个 这俩年纪为什么那么高 不就两个国外二流大学 毕业的博士生吗 现在国内最不确的 就是博士跟硕士 你给我找两个大学生得了还省钱 我们家钱又不是从天上调下来的 你们得记住这一点 不是 这两个人呢 是现在研发部急需的高端人才 也不是毕业什么二度学校 是毕业于长春藤林秀之 你给我行了 行了 行了 我不想听你的解释 总而言之 这两个人薪水太高了 两个人一共递减百分之二十年薪 能干就干 不能干就走人 还有 这一大堆都给我解决好了 我的签字 那没什么事 我先回去了 长春藤林秀 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花钱一样能上 当个宝一样 摩 模特大众选拔赛 那去看看呗 我晚上就接你 进来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这儿有事呢 周总 这位薛先生 薛大少 你怎么来了 你先出去吧 好 今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你是专门来视察我这办公室的 还是过来参观一下 我万云心里的环境啊 要不要我先带你出去转一圈 你正储慕的事到此为止吧 他在你这工作我已经知道了 原来是来求情的呀 我说你真把那穷小的 当成你们家里人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放过他吧 让他会议发布 踏踏实干自己专业去 工作都已经安排得这么细了 真是亲情至上 让人感动啊 不过 不好意思啊 薛大少 他现在在我的公司 让他回哪儿干什么 那要看我的心情 和我公司的需要 这两天忙得我是不可开窍 他心情特别不好 咱弄等过两天 我心情好了 咱得说这事吗 那天的民流派对 赵温故意设了圈套 整了楚慕琪琪 让他们当伦出丑 其实早就知道了 啥 你故意请我和我姐 参加派对 就是微朗奇奇楚慕当伦出丑 然后丢进我们薛家的脸 是吗 我怎么突然间 听不懂你说什么呀 薛大少 正好 我心里一直想帮你当朋友的 那只能说明你蠢